我会不会的 头儿 我们已经按着您的吩咐做了 杜先生 请您下令逮捕惠子 如果我们抓到了惠子 他很有可能咬出一大串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在被复城布局 惠子如果真是间谍 他们很快就会有行动的 老孙 立刻派人过去 是 我去 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因为从开始我们就在扮演会 惠子到底是不是间谍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只有证据说了算 你必须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才可以动手抓人 你必须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第一組是正面的证据 第一組是正面的入口から攻击 小村的修理区を折腾 第二組是逃避免的 那些人在那些人 所以, 第三組 是, 外面的突撃 好 大家看這裡 那些人是 陳茶坊 那些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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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 我反對 那些人在那裡 有幾個問題 那些人在那裡 首先, 那些人在那裡 如果我們出席 我們出席 我們有些人在那裡 我們有些人在那裡 那些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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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方法嗎 有 有 日本人对备赴场的袭击是通过砰针法 备赴场被火害人 所有军统人员共计四十三人 被赴场工作人员九人 包括十一人在内 五亿人生还 五亿人生还 四十年 四十年 最后一的衔��니다 一首个 十年 五亿人生就在店里 有手 九亿人生 荣山 妻子 不愿意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随你自己做的 是赢了 你自己做的 人就是赢了 人家 可以 想要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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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这样算了 我再强调一遍 要有铁的证据 没有铁证 我绝不允许你抓人 我们就这样了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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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译诗需要对数字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今天我准备靠你们的无意识状况下的记忆力 和对数字的灵明度 刚才我只把帽子拿开一下一秒钟 如果我问你们刚才看见什么 它是什么东西 我相信你们都能回答 为什么 因为你们熟悉它了解它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下面的问题太难 这不是因为像川家胡说的我教的不好 而是因为你们学的不好 说明你们不熟悉 不了解 同时也说明你们还没有开始理解你们上一堂课的内容 站起来 快站起来 向后转 快快快快快快 你们是人不是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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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可以转回来 请坐 先回忆一下 刚才在黑板写多少组电话 不要交流 只要回忆 思考 好 请回答这个考试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总共有多少组电话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电话和最后一个电话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这些电话组有什么特点 我可以告诉你们 有N个特点 但是你们能真正地看出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是N个 现在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回答 1 2 3 4 5 6 10 刚才 我发现你们都正确地回答 我的第一个问题和我的第二个问题 现在 如果我把餐厨放在你的桌子上 请回答我的第三个问题 林荣荣 站起来 不要害怕 他会给你带来运气 刚才在黑板上的电话 有什么特点 我们都等着你 我们都等着你 厌来 小与 厌厌 厌厌热 厌厌厌 厌厌 厌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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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八十亿 八十亿是古代中国最大的数字 还有呢 TikTok 每一组的各位数在逐一递增 TikTok 每一组的各位数在逐一递增 Lin Rong Rong 恭喜你 第一个组是三 第二个组是四 第三个组是五 还有呢 还有呢 神兽的前两组相加之河 比为倒数的后两组相加之河 对不起教授 我只发现这两个特征 没关系 已经很不错 谢谢你 请坐 同学们 破译诗需要知识 经验 但是更需要的是原在新城之外的运气 知识是可以学的 经验是可以积累的 但是我无法给你们的事 原在新城之外的运气 请阅读我的罪存 只有上帝能给你们 周末先生 陆上校 请你对我保持一点点尊重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陈家胡这个人 能不能胜任 破译工作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回答也不是一两句话而已 法国人有一句言语 他能还是不能 我 我想 他有天赋 但是培养和游道他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从南京到了武汉 现在又到了重庆 如果连重庆都守不住的话 你让我们去印度洋去呀 对不起 教授先生 我 我不是在冲你发火 我今天来想跟你商量一下 能否打乱一下你的教学安排 你还想 打乱我的教学安排 明天 你来一场考试 考题越难越好 就算全班都不及格我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我想考量一下他们的 特别是陈家胡的心思 我是不是没有选择 没有 那好吧 奴才尊名 反正特别难的题目是我的特长 感谢之志 感谢之志 好 怎么样 教授先生 没有人作对 你辛苦一天了 下去休息吧 剩下的半堂课 我来替你讲 老师 真是个人 霄儿 是国一法立的 根本里面 不要解释 我 不再做事 那是民主党的 交上了白卷 等你们真正要进行破译工作的时候 如果交上来的还是白卷 那前方的将士 成千上万的军人 就会因为你们的这些白卷 而雪洒江城 到那时候啊 用不着别人 你们自己就会拿起枪来 把自己给毙了 不过 没关系 有我在为大家把关呢 熟悉我的人都很明白 我这个人呢 生信要脸 既然让我负责黑市 我就不能不要脸的 把你们这帮废物 随随便便地送出去 这福利 在这里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你们在这边 我们这边 我们今天看 我们这边 我们那边 我们这边 我们那边 我们这边 我们要在一起 現在又要死了 我一老公 要死了, 我只是一個人 要死我了, 只要死我了 那天我态度不好 向你道歉 对不起 道歉就不必了 刘叔叔 还有事吗 我 我能相信你吗 你不相信我就不用跟我说了 不 是 但是你总得给我一个 让我相信你的理由吧 我觉得你应该去相信 一个帮助过你的人 鸡汤好喝吗 那鸡汤跟这条 都是你 谢谢 谢谢 那我们 真的是应该好好合作一次 合作 对 是这样 我想 在这次忠告中 我被淘汰 陆从今说 这次忠告 只要有一个合格的 他就会放了其他所有的废物 所以我想 把你给推到这个合格的位置上 可以吗 你要作弊 不 这不是作弊 这是互相帮助 你想留在黑市 我想出去 这是互相帮助啊 可以吗 那你让我想想吧 这是两圈其名的事情 你就不用想了 你看 我已经 开诚不公地向你表达了我的态度 但是归根捷地 空间 空间也是流动的 因为时间和空间就像皮和肉一样 无法割裂 流动的时间 让固定的空间根据变化 流动起来 今天 我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完全新的时空去 今天 我要靠靠你们 这是一道书学迷工题 你们一辈子肯定没有看过 这么难的一题 你们的同学 你们的朋友 甚至你们的老师 肯定也没有看过 这么难的一题 Warriors of China 你们有没有自信 有 我听不见 有 有 好 但是 三分钟以后 我会 摧毁你们的自信 三十年以后 你们做恩盟的时候 还会蒙到我这道题 这道题的原则 来得知诺 十五岁的时候的 sudden enlightenment 成功的密码是 需要有一口六里的外语 为了加上难度 这道题也靠你们的外语学 请仔细听 这道题是 十五岁的外语学 No, no, no. Your answer is a conceptual cell game, not an answer which can be proven using mathematics. Then use mathematics to prove it. Okay. I can take five kilometers and divide it by two. Then take that and divide it by two again. And continue on into infinity. Since the numbers are infinite, I can also never get to my grandmother's house. Okay. Okay. 来年以后 迷茫是 用芝诺伯伦为主 研究出来 世界上第一部 数学迷茫 五字迷茫 你们可能在想 我们面对一个 十五岁的孩子 的智慧而已 这道题不可能太难 但是我提醒你们 他是天才 我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 必须独立完成 绝对不能互相交流 第二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个礼拜以后 必须交转 否则 以零分为算 如果你的成绩是零 你可以走 我不希望在我的教室里 再见到你 找到哪里 这里 好了 祝你们能碰到 原在新城之外的勇气 下课 陆上校 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们这里是军营 只有命令 没有解释 对不起 我不是你们的士兵 我是一位教授 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陪孙刚刚开始不到一个月 阅读我的嘴寸 用这么难的题来进行考核 是毫无意义的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结果并不重要 而过程和它带来的连锁反应 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理由 但是你这样的行为 会摧毁一位破译师 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所有的教学计划 都会被你打乱了 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教授先生 这次出的题难度有多大啊 你无法想想 你真的认为没有一个人 会交出一份正确的答卷吗 这个 我不敢确定 实话告诉你教授先生 这个培训班 只是为一个人而开设的 在这个班里 有一位破译奇才 你是说 你的伟大的陈家虎吗 没错 你是这么看好他吗 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好他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培训 你的工作 是要考察他的才能 而我的工作 是要考察他才能之外的东西 是你啊 有事吗 怎么 不欢迎啊 欢迎 来 请进 对不起 我想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 你怎么了 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 你没事吧 不是 你别哭啊 你怎么了 不是 你告诉我 你怎么了 我 我做不出来 什么做不出来 这道题我解了好笑都没写出来 我都快要放掉了 我还当什么事呢 原来就这事 不是 这值得让你哭吗 不就一道题吗 做不了这道题 是要走人的 我不想走 走了 就再也看不见我想看的人了 我是来帮你的 你 江卫 我能信任你吗 咱们在黑市要靠着互相帮助 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这次我帮助你 下次或许你帮助我 将来或许我们有的事 需要互相帮助的地方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你看 颜少秋一心想拉拢凌柔柔 这拉拢凌柔柔 就等于间接拉拢了陆所长 陆所长重视陈家 他们很快凌晨了一些 而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什么业没有 有 我和你 可我们的力量不够 两个人总比孤军分战要强 对 他们实在把我逼急了 我就去找我爸爸 我爸爸给国防部长打电话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不敢把你怎么样 不代表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帮助我 我就会护着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信收到了 我顿时有种你远在天边的感觉 骑士尽在身边 像这种话 我也只有在这儿说说 想到他们在偷看我们的信 我的头就大 所以 今后我会把给你的绝大部分信 写在笔记本上 有机会见面再交给你 我建议你也这样 否则老是给我来信 影响也不大好 进 门没锁 对不起 你是不是要睡了 麻烦把我给他买官司 哦 提送完了 给 这么快啊 你这不愧是数学博士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生活上的 对不起 我晚上十点以后 不想动脑子 改天吧 那课堂上的呢 课堂上的问题 我已经都回答完了 在这张纸上 如果我要详细给你解答 估计得一个星期的时间 当然 我没有任何瞧不起你的意思 那晚安 我也有想到 我都不是猎了 要不想做 你认真 如果你有话 我认真 要不想想要 你认真 可以 我认真 在自己的内心 只要这次考试 把林荣荣成功地推到 黑市合格人才的位置上 陈家湖就可以功成身退 离开黑市 与惠子和家人团圆 想到这些 陈家湖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教授 试卷 卷子的事我不管 交给豆禄吧 他不在 所以我只能交给你 好吧 满粉 怎么不是满粉呢 怎么不是满粉 你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吗 当然不知道 谢谢 你们中国人太含蓄了吧 下期的时候 对手也要天衣无缝 可惜 我也不是傻子 你们中国人的战争 我这个美国人也要参与 但是很多中国人只想当判冠者 我来这之前我就想着这个问题 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 海思思先生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白类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包括美国 那你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知道失望和不信任是什么感觉吗 哦 你说的是现在的政府对吗 对不起 我不想谈解一下 我对你个人的颜色不感兴趣 我对你现在的政府的问题 更不感兴趣 那就好 再见 如香随俗 请进 有什么事吗 我来的时候啊 从家乡带了点核桃 拿过来给你尝尝 好 谢谢 请坐吧 好 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 忙着呢 要不你吃点儿糊涂 这特别好吃 尝尝 尝尝 谢谢 要不你吃点儿糊涂 要不你先忙 我先走 好 再见 好 再见 对了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 尽管叫我 尽管叫我 好的 好 再见 好 再见 对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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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学家 你就这么洗床单 怎么洗啊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这个核桃送给你 把它都吃光 容容 再见 再见 洗床单啊 这谁的呀 容容给我的 给你了 如果你喜欢吃 你可以拿去 你但是什么 准备 还有 只要回答 好 没想到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风的呼吸 恍然惊动了回忆 把爱的身心 纷纷转来又争取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的你 聚与预算的问题 却被你无恨记 我和他在熟悉 听风的抑郁 瞬间拼走起回忆 把信仰奖 把信仰捡起 早已模糊在心底 听风的诗意 隐面扭落 隐面扫落了一地 让岁月痕迹 缓缓又来又又去 我和你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 爱与恨恨的意义 扔给你 扔给你 拒与预算的问题 却被你 我恨记 我和他在熟悉 我要问是谁 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 谁扔给你 聚散的问题 却被你无情抛弃 我和他在熟悉 有这样一个秘密 有这样一份 回忆 不愿牵离 随着风的意义 不愿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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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牵离